我們看密碟8 它說已知要將氫原子基態 就是N等1 從N等1 把它游離 游離就是讓它跑到無窮的地方去 所需要的這個最長波長 那個光波長 可用的最長波長的光為913A 的那個紫外光 那麼從各受機態 各受機態之機態 就是說從N 調到N等1 那它這個 其波長可用下約核式表示 就從N等N 調到N等1的話 它會輻射出電子波 那這樣這個電子波的這個波長可用核式表示 好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1N 這邊 4A是等於N等1 4A是等於N等1 4A 本來應該13.6 電子波長 那現在我們是要用波長來表示的話 那我就把它寫成 某一個常數 某一個常數 我叫K N等1 跑到無窮的地方去 需要吸收這麼多能量 那你說說 我這個 無窮大 減掉1N 這邊 等於HN H 乘以N N的話 就是那個 C 除以多少呢 這是光速 除以波長 難打 難打 那我給他 那我給他帶多少呢 帶913 那這樣我就知道 這個是 無窮大的話 這個就0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是 這帶1 這帶1 從N等1 跑到無窮地方去 所以這個這樣就等於K 這個常數K 就等於H 乘以 0 分之C 好那我現在呢 要從 能階N 掉到能階E N等1 那會輻射出多少能量 比方說 這個H C 除以難打 會等於多少呢 HN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這個 1N 減掉E 這樣子 好那1N的話 K是等於這個 就等於 N平方分之負K 再加 1平方分之K N平方分之負K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K 1減 N平方分之1 那就是K 乘以它 N平方分之1 N平 N平方分之1 好那這個K的話呢 是等於H C 除以難打 那乘以多長呢 乘以多長呢 N平方分之1 N平方分之1 然後這個 這個是等於這個 HC除以難打 HC可以消掉 所以就得到 得到 難打分之1 難打裡 難打裡我現在可以帶 913i 單位是i 因為這個是波長的單位 這個是波長 這也是波長 所以913i 分之1 再乘以多少 N平方分之N 平方分之1 所以難打就等於多少 等於 N平方分之913i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選 應該選D 答案應該選D